我覺得這一次其中選舉 目前看起來 拜登跟川普有一點點小長 因為就是說 對於共和黨來說的話 他其實不是一個紅色浪潮 是一個粉紅色浪潮 變得突然間很柔和起來了 所以不算是大勝算小勝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就變成小輸為營 所以聽到說 拜登突然間說 我可能 我可以再選選看 他79歲了 兩年後再選選看 就81歲了 那問題川普 川普本來聲勢很旺的 他本來在共和黨內 初選的時候 他推薦了300多個人 90%幾都被推薦成功 所以本來以為說 如果說這些人都當選的話 那這個川普真的是 馬上就是宣布要進軍白宮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 共和黨內 顯然他所推薦的候選人 當選的沒有他想像中的多 而且共和黨內那個佛州州長 他的聲勢起來了 他也20%領先他的對手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共和黨內是不是那麼完完全全 支持川普也未必了 所以變成說 拜登跟川普兩個人 會不會在2024年再一次交鋒 兩個人目前的聲勢 出現了一點點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很有意思 要接下來觀察 美國的民主黨內 以及共和黨內 對目前這兩位老先生 他們到底要再戰2024這件事情 有什麼黨內的變化 但關鍵在於 這件事情對於目前美中的 所謂我們剛剛講的G20的碰面來說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那就是我後來在想說 為什麼拜登突然之間這個說 他就宣布說他要再試試看 明年要決定要不要選2024 我覺得如果他要跟習近平見面的話 一個如果不再參選的總統 你要去跟一個剛剛取得第三任期 這麼這樣的輝煌 這麼這樣的一個在權力高峰上能見面 一個強勢的習近平碰到一個弱勢的拜登 那我覺得根本就不用談 所以我覺得對拜登來說 他當然要說我可能要再選 所以這個把自己的聲勢 把自己的權力端在一個相對來說的高點 兩個人才有得談 但是問題怎麼談 再怎麼說 習近平都是進行第三任的一開始 拜登就是即將要走進這個夕陽 所以我覺得對兩邊來談的話 你說要談到台灣問題 你能夠怎麼談 如果說要談紅線 那如果今天習近平會跟你說 我的紅線就是你美國不要介入台灣內政 那你說美國能夠怎麼辦 所以坦白說我認為會談 但我認為談了以後不會有結果 就彼此之間交換意見 彼此之間都去控管可能的風險 不要達成誤判就好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 不管是他2024的需求 或是他經濟上的需求 抗中都一定是一個主調 好不好 藍軒講的就是 跛腳的拜登跟極權的習近平 因為現在習近平權力都基於一身 那拜登怎麼樣都跛腳了 因為眾議院丟了 眾議院丟了就很麻煩 眾議院立刻會廢掉他的川普 進攻國會的委員會 廢掉那個 另外組委員會調查拜登 調查拜登的兒子 調查你什麼時候 阿富汗車軍 拜登一個頭兩個大 只是沒有丟那麼多 但是美國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比如說立法院 我們看 什麼這個一個委員會 兩個召集委員 我那時候在了還三個召集委員 然後通常說第一大黨 第二大黨各分一個 美國不是的 美國參議院眾議院只要多一席 我比你多一席 全部委員會都是我當召集委員 沒有什麼抽籤不抽籤 我多一席我就是多數黨 你就是少數黨 多數黨所有委員會 都是我多數黨擔任召集委員 美國是贏者全拿的 那所以呢 眾議院將來就是共和黨的 那拜登怎麼樣都會跛腳的 那另外就是剛剛藍軒講說 這個川普跟福利達州長 福利達州長事先就跟川普划清界限 大部分的共和黨不敢跟川普划清界限 所以被稱為川普的共和黨 但是福利達州長開始就我跟他不同路 結果現在大贏 川普就警告他 你不要想選總統 不要想跟我搶 我有你的黑資料 現在就講了 我這個黑資料 你老婆都不知道的 到時候你敢選 我就把它抖出來 現在已經開始發話了 美國選舉實在很黑暗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